作词 李宗盛 《戴伊里书》恐怕是大家最熟悉 可是也是最不熟悉的一卷书 每个人都知道狮子坑 大多数人都知道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被扔进火窑的事 而且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伯沙萨王的盛宴 墙上的字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指的是即将临到的审判 《戴伊里书》是最容易懂又是最不容易懂的一卷书 《戴伊里书》有些经文直接了当 不用我多做解释大家都可以明白 但有些经文又非常难懂 很多人费尽心力想解开谜团 比如《戴伊里书》中的七十个七 让许多研究预言的人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探索 但是也有很多是在讲自然的事 所以很容易了解 比如《戴伊里书》也有很多超自然的事让人难以接受 比如三个人被扔进比平常还要热七倍的火窑 可是却连头发都没有烧焦 非基督徒会说 你叫我相信这个怎么可能 《戴伊里书》有很多经文是理想背景的人很熟悉的 许多现代人有这样的经历 像是难民 这卷书也讲到很多我们不熟悉的事 《戴伊里书》带出了一个问题 圣经是人的书还是上帝的书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 我前面说过 圣经是由人执笔写给人看的书 所以很多人把圣经看成为一般的书籍 属于历史文学或是宗教等类的书 可是你不能这样看待圣经 因为圣经也是上帝的书 由上帝所写内容在讲上帝 虽然是由人执笔 却是经由上帝启示 所以人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上帝是做得到的 在圣经很多卷书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有些事只有上帝能做 有些话只有上帝能说 这是假设世上有一个神 只有上帝能行奇迹 只有上帝能暂停自然律的运作 或者是干预自然律 或者是改变自然界的因果关系 改变自然界的因果关系 呃 换句话说 只有上帝能够行神迹奇事 但以理书中特别提到神迹奇事这个词 神迹这个词来自拉丁文 指的是美好不可思议的事 这个拉丁文就是miros 从这个字衍生出奇迹 指的是人无法明白不可思议的事 另外一点是 只有上帝讲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讲到未来的事 他是带着权柄说的 人对未来的预测都是瞎猜 仅止于猜测 只有上帝能告诉我们未来会怎样 但以理书涵盖了但以理他七十五年的人生 却涵盖了四百四十年的历史 而且不是过去的历史 是未来的历史 仔细读后会发现 其实他涵盖至少两千四百年的历史 并且还异常准确地指出了未来的事 很多无法相信这些事的自由派学者 都感到困惑不解 现代人对于神迹和预言的看法已经改变 从前是认为奇迹和预言 可以证明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以前有很多基督教的护教人士会说 只要看圣经中的神迹和预言 就可以证明圣经是从上帝来的 但是今天许多人却认为 神迹和预言反而是一种阻碍 会让人怀疑圣经的真实性 整个看法完全相反 很多人会说 把圣经中的神迹和预言拿掉 我就可以真正相信圣经 神迹和预言不再帮助人相信 反而拦阻人相信这是上帝的书 这是因为现代人活在科学时代 抱持科学想法的人 怎么看待神迹和预言呢 他们把神迹当成虚构 而不是事实 当成神话和传说 也许当中有一些史实 但是应该把它当作传说 而不是史实 所以这些人看到 但一里在狮子坑的故事 会觉得那些狮子才刚吃饱 不然就是但一里没几两肉 难吃得很 狮子也懒得吃它 总而言之 他们觉得这些故事没有历史价值 但是有属灵和道德的价值 他们用这个故事来鼓励人 学习但一里的坚持 把圣经当成一所预言来读 觉得它不是史实 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 看待圣经中的神迹 把它当作道德故事来读 并且认为预言是事后才写的 而不是事前就由上帝启示的 今天有很多自由派学者的圣经注释书 都说那些关乎未来的预言 是后来才写的 是事后才记载在但一里书上 但是我们会看到 但一里书十一章 有最不可思议的描述 那一连串的事件 是在但一里之后 好几个世纪才发生 我会给你们一张讲义 是非基督徒记录的历史 记录但一里之后好几世纪的事 你们可以对照但一里书十一章来看 但一里书十一章 有两百个具体的细节 在几个世纪以后都一一发生 这种巧合的几率实在太低了 如果它不是事后才写的 那么就是上帝的启示了 只有这两种可能 而好笑的是 想要从人的角度来看待神迹和预言的人 有很多都想保留圣经 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应该诚实地扔掉圣经才对 为什么还希望保留呢 他们说圣经有道德和属灵的价值 他们说这是一本好书 只要把神迹删掉 留下道德教训的部分 圣经就是一本好书 也就是遵守实戒或是登山保训 至于神迹和预言就当成故事读好了 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或者很不幸的 他们认为圣经不正确 跟我们无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本书上都是谎言 所以叫大家千万别相信 这是大家对圣经的两种看法 你知不知道 人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奇迹和预言呢 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 我真的觉得这是根本的原因 他们不要圣经的超自然层面 因为如果相信就得改变生活的方式 这表示上帝真的存在 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和他建立关系 我写了一本有关于复活的书 谈到基督的复活铁证如山 他的复活证据充足到 所有法庭上的陪审团 都会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 绝不是虚构出来的 除了有目击者的证词之外 另外还有环境所指出来的证据 在在都是铁证如山 那比凯撒大帝 在西元前五十五年 入侵英国的证据要强两百倍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有人质疑凯撒入侵英国的事实 这件事的证据薄弱多了 他们却深信不疑 为什么 这是因为耶稣如果真的从死里复活 他们就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耶稣讲到有关自己的话都是真的 那他讲到有关我们的话也一定是真的 你可以不理会凯撒 却不能不理会耶稣 你相信有凯撒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但你若相信有耶稣 就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人天生就是会抗拒圣经上超自然的事 不光是因为崇尚科学主义 相信宇宙是封闭的 认为人是活在试管中被实验的对象 这主要是因为人天生不愿意 接受超自然的事 毕竟这是人无法理解的事 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 首先会注意到的是 这卷书分成两部分 前半部都是神迹 后半部都是预言 问题就在这里 不相信超自然事件的人 不知道怎么看待但以理书 他们觉得这是圣经上最难懂的一卷书 所以一到六章很容易懂 因为内容很浅显 很容易在主日学教导 所以我们对前六章倒背如流 我们从小就听到这些故事 但是后半部却很难懂 是我们很不熟悉的 读的时候常常不懂 我把代理理书大略做成了一张图表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一到六章和七到十二章 把这两部分来做比较 一到六章主要是神迹 七到十二章主要是预言 一到六章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 用他来描述但以理 七到十二章是以第一人称 我来描述 可以看得出是但一里他自己写的 所以前半部在讲但一里 后半部是但一里自己的叙述 前半部在讲但一里的一生 后半部在讲但一里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有些事已经发生 有些事还没有发生 都是在讲未来 所以前半部讲现在 后半部则是讲未来 两部之间最不寻常的差异 请注意听 这两部的长度一样 都是六章 在前六章中 第一章是用西伯来文写的 接下来五章是用亚兰文写的 亚兰文 这是当时的官方语言 也是古代通用的语言 各位清楚吗 在后半部中 第一章是用亚兰文写的 其他五章是用西伯来文写的 了解吗 很有意思 这告诉我们这几章是写给谁看的 他锁定的读者是哪一群 我再说一次 前半部第一章是用西伯来文写的 接下来五章是用亚兰文写的 后半部第一章是用亚兰文写的 其他五章是用西伯来文写的 你可以从这里看出 哪几章是写给外邦人读的 哪几章是给上帝的百姓读的 了解吗 但是这两部分并不是均等 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背景 呃 这些图表先放到旁边好了 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背景 巴比伦和归回 一定要记住 以色列人并不是同时被掳去外邦的 也不是同时归回的 历史不能这样子简化 如果你仔细读这些记录 会发现他们是分三批 贝鲁去巴比伦 也是分三批归回 但是归回的人数 比贝鲁的人数少了很多 因为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 人数非常的多 他们一直待在那里 直到几年前 所以他们没有全部归回 没有一起归回 跟着星星来到伯利恒的智者 应该是当初留在异乡的犹太人后代 他们在找犹太人之王的预兆 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是外邦人 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外邦人 其实他们可能是当初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后代 犹太人分成三批被录到异邦 第一批在西元前606年被录 是上流社会的人 这批是社会的中间 尤其年轻人更是优先被巴比伦人带走 其中有四个年轻人 但伊里、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 这几个优秀的年轻人是特别为犹太王室预备的 这四个人是但伊里书中的英雄 所以但伊里是在第一批被录的人当中 第二批在西元前597年被录 以西节在这批人当中 他是在但伊里之后被录 比但伊里年轻一点 最后一批在西元前586年被录 耶路撒冷城和圣殿也在这个时候被摧毁 你不用记住这些数字 只是我们很容易以为全部以色列人被录去外邦 然后全部以色列人归回 其实不是这样 但伊里是第一批被录的人 他一直没有回来 没有再见过家乡 他被录的时候只有十几岁 后来他们归回的时候 但伊里书的背景是 以色列人从贝鲁到归回的这段时期 但伊里没有再回来 他留在巴比伦死在那里 他本来可以随着那三批人归回 但他没有回来 第一批归回是在西元前536年 由索罗巴伯带领 他们能够归回是因为 巴比伦在西元前539年被波斯打败 当时的波斯王古列允许他们归回 结果第一批有五万多人回来 西伯来文称归回为上升 意思是上到耶路撒冷 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讲归回 第一批归回的有五万多人 由索罗巴伯带领 几年之后 第二批人归回 由以色拉带领 那是在西元前458年 当时圣殿已经在西元前516年开始重建 可是拖了很久 最后一批从巴比伦的大归回 是在西元前445年 或者是444年 这个年代有点不好算 当时是由尼西米带领 这个时候才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上帝的城才得以巩固 不再轻易遭仇敌侵略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还有另外一件事 以斯帖也处在这个历史背景 他人在苏萨 那是波斯的首都 波斯的首都 我们下一卷书要谈它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 但以理经历了这一切变迁 身为第一批背鲁的人 在最后一批以色列人归回之后 他仍然留在巴比伦度过晚年 特别的是 接连几个征服者都相当信任但以理 他们都很肯定但以理的特质 每一次改朝换代 王都会把但以理留下来 因为但以理很优秀 他的正途飞黄腾达 他的特质引人注目 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当然 其中最重用但以理的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如果你看过威尔地的歌剧 尼布扣 这出戏对当时巴比伦这些事件 有生动的描述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现在来看但以理的一生 他的一生记载在《但以理书》一到六章 第一章讲到他被掳到一邦 时间是西元前605或606年 讲到他被巴比伦宫廷选中 而且还被取了一个巴比伦名字 那是巴比伦一个神的名字 叫做伯提沙萨 他的三个朋友也被取了巴比伦名字 他们并没有抗议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们好像不在乎被取什么名字 但他们一生都忠于自己的神 后来问题来了 因为宫里头希望把他们养胖 肥胖代表富足好福气 就像今天的东家王国 东家王国的皇室成员各个福泰 有些皇室认为肥胖就是象征富足 所以宫里想把他们养胖 给他们高官做 可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 不愿意接受宫里的膳食 当时他们被送到巴比伦大学 去学习巴比伦的智慧 受到最好的教育 负责训练他们的人说 我如果没有把你们养胖的话 会被皇上砍头 但以理就跟负责的人谈判说 你给我们十天吃上帝 要我们吃的膳食 然后你再拿我们跟别的学生 比较看看 如果我们没有比他们更健康 再改吃你提供的膳食 很有意思 但以理连在膳食这种小事上都坚守原则 对不对 所以后来他才能够面对狮子 这里有一个含义深远的功课 如果你能够在小事上坚守原则 就比较能在大事上坚守原则 我有一次对一个基督徒说 如果我必须为耶稣进狮子坑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训道 这是真话 对方的回答让我永生难忘 他说大卫 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 当大考验来临的时候 上帝会给你恩典 你不会有事的 这个功课含义深远 从小事上做小决定 可以慢慢塑造一个人的品格 帮助你未来面对大考验的时候 信心不会动摇 然而在小事上动摇的人 就会在大考验来临的时候跌倒 你可以从但以理身上学到这个功课 这样坚持原则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不但更健康 还比其他人聪明十倍 我真希望所有的基督徒大学生 都能够像这样 是吧 有些基督徒忙着参加聚会 但是既然上帝让他们上大学 他们就应该为主的缘故 在课业上表现优异 要比其他的学生都好 对吗 那就是戴伊里 他是个有好品格的年轻人 这为他日后服侍非基督徒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即将做一般所谓的世俗工作 其实基督徒没有所谓的世俗工作 只要一个人属神 他做任何工作都是神圣的 以上是第一章 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奥秘难解的事 我们来看看 尼布贾尼萨王 他梦见一只野兽 这是头六章中唯一难懂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许多的意象和象征 尼布贾尼萨王做了一个梦 就把他的术士找来说 你们得帮我解一个梦 不过我忘了梦的内容了 如果你们不把梦 还有梦的意思告诉我就要被砍头 因为我忘记了 这真是太难了吧 可是 戴伊里跟他的三个朋友 不但能够解梦 还能说出梦的内容 王说没错 这正是我做的梦 他们告诉王这个梦的含义 这绝对需要上帝的智慧 因为连做梦的人都忘了梦境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 王梦见了一个巨大的人像 从头到脚的材质越来越差 分别是金 银 铁和泥土 泥土脚 很奇怪吧 一双半铁半泥的脚 戴伊里他怎么解这个梦呢 这个金头是尼布贾尼萨王 但是在尼布贾尼萨王梦境中 出现的这整个人像 是预表未来 将要取代巴比伦的各个帝国 巴比伦会被马代的古列国和波斯的大利乌王所征服 这件事后来果然发生了 但是他们的国势不会像巴比伦那么强盛 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势能够再像巴比伦那么强盛 再来马代和波斯会被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给取代 他会歼灭马代人和波斯人 亚历山大大帝一路征服到印度 他在波赛波利斯建立首都 那是马代人和波斯人原先统治的地方 今天可以看见那个遗址 接着希腊会被罗马取代 罗马就是铁脚的部分 铁脚十足象征了罗马 因为罗马用军队建立法制 再来是半铁半泥的脚 这我后面会再回来讲 因为要整个串起来说才行 然后他又在梦中看见 有一块大石从山而出 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 对不起我讲太快了 讲到第七章 我要等到第七章再讲这个 以上是那个梦汉梦的含义 头六章只有这个部分有点难懂 这是上帝首次警告尼布贾尼萨说 帝国是我在掌控 整卷戴伊里书的信息是 帝国的兴衰掌握在上帝手中 帝国的改朝换代 在神手中是上帝在主导人类的历史 历史是他的故事 上帝说 我在你之后要兴起这些帝国 他们不会像你这么强盛 从人的眼光来看 他们一个比一个弱 但这是我在掌控 上帝的意思是要告诉他说 帝国是我的 不是你的 第三章很有名 在讲火摇的故事 尼布贾尼萨可能因为做了这个梦 就下令竖起一座巨大的人像 高九十尺 宽九尺 全部用黄金包袱 各位要知道 维索不达米亚这块土地 举目望去非常的平坦 立起一尊九十尺高的雕像 非常引人注目 确实也非常突出 他下令说 每当乐队奏乐 大家都要福福敬拜这座像 这有点像是全国性的宗教 用这种方式 可以很快地统一帝国周围的地区 但是沙德拉米沙 亚伯尼哥拒绝跪拜这尊像 我常想戴伊里当时在哪里啊 他怎么没有被逮到 不过这三个人拒绝跪拜 尼布贾尼萨本来没有注意到 不过有人去打小报告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结果这三个人被扔进 比平常还热七倍的火摇 连替火摇加热的工人 都活活地被烧死 因为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可是当尼布贾尼萨 从火摇口窥探里面的情形 他看见里面有四个人 他说 其中一个好像神子 这是执意 他只能够这样形容 其中一个好像神子 奇妙的是 大火烧掉了他们身上的绳子 却没有烧焦他们的头发 你如果相信上帝存在 就能相信这件事 你如果不相信上帝存在 就不能相信 但是反犹太主义 成了巴比伦帝国的特点 从此以后 全球都有人在反犹太 第四章是整个旧约圣经里 我最喜欢的故事 大概是因为我这个人 有点怪 故事是讲尼布贾尼萨王发疯 他说 这是个神机奇事 因为这个神机奇事 他信了以色列的神 很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来讲一下当时的背景 让你们对他有点兴趣 他娶了一位公主 从波斯山上 娶了一个美丽的公主 那是今天的德黑兰 德黑兰四周森林和高山环绕 他刚嫁进尼布贾尼萨王的王宫时 非常想家 他想念家乡的高山 家乡的树木 还有野生动物 晚上常常哭着入睡 尼布贾尼萨问他怎么了 他说我想家 你家乡那里有什么是这里没有的呢 我们有高山 树木 还有野生动物 他说 这个好办啊 我在这里给你造一座山 于是 尼布贾尼萨王 用砖头 造了一座高大的山 在上面种满各式各样的树木和植物 后来成了世界七大奇景 很多观光客都专程去参观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他又在山顶盖了一座动物园 私人的动物园 笼子里养了各种野生动物 他说 好了 别再哭了 这里有山有树 有野生动物 你还要什么 别哭了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后 人的情况 后来有一天 尼布贾尼萨站在他华丽的皇宫顶上 我给你们看看当时的巴比伦是什么样子 那座城很大 举目望去看不到终点 各位 你们看到 这是皇宫 这是宫里的主要大道 尼布贾尼萨和他的马车士兵正行进穿过城门 这城门很有名叫伊什塔尔门 伊什塔尔在原文和亚斯塔路女神是同一个字 他的样子就像这样 非常的壮观 蓝色的琉璃砖 这是由一座博物馆访当年的城门重建 非常巨大的城门 蓝色的琉璃砖上 有各种野兽的浮雕 我相信 这些野兽应该都出现在 但以理后来见到的意象中 这是重建当年巴比伦的拱门 是海山重建的 高度是原来的一半 各位可以看到 真人的尺寸这么大 这是海山重建的拱门 高度还只是原来的一半而已 这就是巴比伦 有一天 巴比伦王在皇宫的屋顶上散步 突然口出狂言的说 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国度能力和荣耀都是我的 他先前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一棵大树通天 田野的走兽握在印下 天空的飞鸟塑在枝上 树被砍下用铁圈枯住 后来又重新开始生长 但以理就告诉尼布贾尼萨说 你就是那棵树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七年 直到你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可惜尼布贾尼萨忘了这番话 一年后 上帝说 尼布贾尼萨 我先前跟你预告的事 现在要应验了 尼布贾尼萨疯了七年 他们得把它关在 他自己盖的动物园中 他吃草 吃了七年 头发长长 像老鹰的毛 指甲长长 如同鸟爪一样 就像 霍华修斯晚年的样子 如果你看过他的照片 那就是尼布贾尼萨的遭遇 七年后 他抬头望天说 祝啊 你是神 上帝就恢复了他的王权 让他比过去更有权力 可惜 他犯了一个大错 决定把以色列的神立为国教 要大家拜这个神 强迫大家 敬拜这个神 用这种方式 不能叫人真心敬拜神 不过这是他信主的经过 从此之后 他就敬拜以色列的神 这个神曾经让他发疯 他说 上帝必须让我发疯 七年才能答醒我 他吃尽苦头才信主 这个故事真不可思议 伟大的巴比伦 年轻的戴伊里 当年就住在那座王宫里 第五章 在讲巴比伦的结局 伯沙萨王举行一场圣宴 在宴席当中 他得意忘形 犯下一个大错 妄想要亵渎神圣的器皿 记不记得立位记 他说 我们把从耶路撒冷圣殿 带回来的神圣器皿 拿来饮酒作乐吧 他真的这么做了 众人用耶路撒冷圣殿 带回来的神圣器皿 喝得大醉 于是他看到墙上 有指头在写字 迷尼迷尼提克勒 乌法尔辛 这是什么意思 当众人看见 一根指头在墙上写字 每个人都吓坏了 但伊里把这句话 解释给王听 这是你被撑在天平里 显出你的亏欠 就在那天晚上 波斯攻进巴比伦 巴比伦就此亡国 你知不知道 巴比伦就是巴别 是当年巴别塔所在之处 两个是同一个字 巴比伦人经常盖很高的建筑物 因为地势平坦 高耸入天的建筑物 在平地上看起来很壮观 巴别 巴比伦 在圣经最后一卷书中 再度出现巴比伦 第六章 在讲但伊里和狮子坑 这个时期 是另外一个帝国 另外一个王 大利乌 这个时候 这里再度出现 反犹太的问题 大家被迫拜皇上 要他们拜的神 整整一个月 不能够拜别的神 或向别的神祷告 可是但伊里不为所动 他一向习惯把窗户打开 朝着耶路撒冷祷告 远眺西方 也就是圣殿 从前所在之处 有一天 他又在卧室窗前祷告 接下来的故事 你们都知道 圣经说 天使封住狮子的口 天使才有力气 封住狮子的口 但伊里再度获救 大利乌只得更改圣旨 不管这个地方被谁征服 但伊里一直继续做官 这表示 但伊里的人品和正职 受到每个人的肯定 足以担当起重责大任 所以一直被赋予高官的职位 他是青年的好榜样 这样敬虔的基督徒 我相信绝对连非基督徒都肯定 他的人品和正直 以上是但伊里书前六章 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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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